有一个台湾女生网红嫁给英国人 就是她的一岁的小baby 跟她的先生都明显感染了 她发烧到41.7度 然后一直跑医院 然后医生就是不给她检测 也不治疗 然后最后告诉她说 我们上面给我们的讯息 就是说不要管 不要弄 因为反正得了也没药医 你们就回家吧 身体好就熬得过 身体不好熬不过 在中国一定会想尽办法 洪荒之力要把那个女人找出来 要把她先生把她孩子找出来 然后给你最好的治疗 最好的隔离 不要再传染出去 两个截然不同的做法 是不是 所以说 我说在这个地方就凸显出了 西方的所谓的民主制度 跟大陆的共产制度 所谓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个制度的PK 当碰到危难的时候 才知道哪一个制度好 哪一个制度不好 这是一个新冠肺炎ICU患者的医疗费用 每天输液两瓶白蛋白 每瓶425元 顶球蛋白每天8瓶600一瓶 人工心肺机开机就是5万 用一天2万 再加上其他药物人力 算下来总共719575元 这还不是目前最高的医疗费用 但都是国家买单 你可以批评这个国家很多地方 但你终究会发现 每道生死关通 这个你觉得土的掉渣的国家 和许多身上画着红色五角星的人 总会像你的爹妈一样 狠狠地拉你一把 可是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when it all work out for the better if it just ain't right and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when it all falls down I'll be fine I'll be fine 最近经常听到一句话 国外抗议连中国的作业都抄不好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来说一个火神山建设不完全手册 首先你需要一个紧急命令 在5万平方米的坡地上指挥7500人 向全体国人立下一个军令状 10天建成一所1000张床位的救命医院 紧接着你需要设计研究院 在78分钟之内 将17年前的小汤山图纸 全部整理完毕 24小时之内出设计图 60小时之内敲定施工图稿 你需要国家电网 260多名员工不眠不休 24小时连续工作 完成8000米电力电缆铺设 你需要华为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中国电子 中国信科 中国铁塔等前后方企业紧密配合 在36小时之内 完成5G信号覆盖 交付云资源 并建成与解放军总医院的 远程汇诊系统 而完成这些 才仅仅可以开始动工 所谓的中国速度 不过是一个个朴实善良的劳动者 一个个不畏生死的医护人员 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 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 才有了基建旺摩 才有了中国速度 才有了震惊世界的 Made in China